中文大學的衝突昨天持續整天 入夜之後再惡化 校長段崇志埃曼曾經滑船 但之後警方和在場的人再次衝突 去到10時左右警方宣布離場 而水泊車就去到現場射水驅散人群 在場的人於是向警方釘汽油彈等物品 段崇志埃曼5時半在中大校園出現 嘗試協調事件 和警方見面大概半小時後 和學生交代 說警方願意離開校園 條件是學生不再從校園天橋 釘雜物到吐露港公路 我們的提議就是 我們橋頭這裡 我當是橋頭在近學校的地方 橋頭那裡會有我們的保安人員 和義務的員工 會在那裡把那裡守住 我們能夠答應這樣 你可不可以去到橋尾那裡 我們根本看不到你 可不可以 指揮官就說可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breakthrough 現場有人不滿 要求警方釋放被捕的中大學生 段崇志說會找律師協助被捕學生 段校長請你立即離開 這個不是談判的事 之後段崇志和學生再走向警方 警方說有學生有武器 又要求他們停止用雷射光照射 警方發射催淚彈 有人向警方釘汽油彈 段崇志在多人陪同下離開 照相啊 封了他們 封了 中大2號橋附近 滿部催淚煙 一片火光 有人受傷流血 有人倒地 部分人刪到附近的運動場 晚上大概10點 警方的水炮車駛上2號橋 向聚集的人發射藍色水 橋頭耕挺中了汽油彈著火 水炮車之後後退 人群就向前 向套路港公路訂雜物 警方射水前幾分鐘 在社交網站說 為了緩和形勢 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已經與校方溝通安排撤退 以停止對視 又說警方的水炮車 是用來在右須要時 協助警方後撤 到了10點半 前校長沈祖堯到現場見學生 說警方已經離開校園 希望學生履行雙方協議 你看到他們走了一步 我們也需要走一步 讓你們可以保持一段距離 我們今天晚上和平地散去 希望校園成為最一方 是這樣的地方 沈祖堯之後離開 不少學生繼續通宵 都留在校園裡面 無線電視記者 閃至報道 來自家人的日子 即時 非常熱 電視記者 是